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せん 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せん 本家 本家 本家特集 本家特集 只有一集 只有一集 這是我們這個禮拜吧 我們不可以說是哪一禮拜 反正這個禮拜我們都在搬家 對 累死了 累死我們 為什麼 調辦老闆 大家幾乎 幫我怎樣 找搬家公司 不是 留言 幫我留言幹嘛 調辦老闆撥預算 快點撥預算 撥預算 快 沒有預算 累死了 然後 我們今天在搬家嘛 對 你看我們的空空輪園 你看以前拍電影 你看這樣對七八糟 都被拿出來了 你會有一個想法 為什麼沒有請搬家公司呢 對 為什麼 因為怎樣 因為沒有錢 沒有預算 沒有預算 老闆沒有撥這個預算 快給我預算 也不是啦 這我還是要幫小本老闆講一下 這是我找我的搬家公司啊 然後搬家公司跟我說什麼 你知道嗎 說什麼 你們那個是什麼什麼 然後他有過來看 嗯 然後我就跟他說 他對我全部要搬家公司 給我一個教程 然後你自己幫我裝槍 然後我帶出去就好 然後他說 我們不幫忙裝槍喔 呵呵 自己裝喔 我自己裝 自己裝還要 好像一萬多塊 呵 我就有點 混混倒 我自己裝 我自己拿過去就好 一萬多塊 就吃好吃的不好 嘿嘿 台底都定起來 定起來 吃一個禮拜 好棒喔 讚喔 我們每個人預算是拉1500號 棒喔 這樣子兩個人預算多少錢 兩個人預算 兩三千塊 三千塊我們吃他三 算了 就吃他一隻 醬料去沾起來 老闆不跟我們吃 對不對 可是今天我們就開始搬嘛 那派陪你今天搬 搬家的工作是什麼 整理胖壞兜 整理書 整理櫃子 各種整理 各種整理 我好像在那邊 所以 好了嗎 好了嗎 OK嗎 好可憐 好可憐 所以我們今天在整理 就是 少數啦 可能就是 在救事務所的最後幾集 沒錯 我們來各講一個 你覺得 就是在救事務所 你覺得最神奇啊 最模型的自己 不要跟我講林小姐 我講到她 你們都知道 只要看我們頻道 都知道誰是林小姐 7 有在事務所辦過的人 都知道林小姐是誰 講到林小姐 東京林小姐的力 剛剛每次講話好臭喔 真的喔 為什麼那麼壞呢她 她是很喜歡跟人家吵架 所以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林小姐 誰誰都好救她有病 而且還不是我覺得耶 真的 全部的學生都說 她臉好臭喔 怎麼辦 我就說大家忍忍 都忍耐 就只會見她那一兩次了 就 對 大家不要 不要在意這件事 不要在意她 不要在意她 第一個林小姐還有什麼 還要什麼 剛好最近有發生 就是準備 10月整準備要去辦簽證 就那個瘦庫嘛 對對對 就瘦庫好像 喔我要講這個瘦庫 瘦庫不是就是 我們先跟學校說 我要開瘦庫 對對對 她叫我學校說說 為什麼妳要開瘦庫 對 然後我們不是跟她說 因為 要等非常久 然後請妳趕快開給我 沒錯 然後她回 很幾乎每個學校 都回了一句話 她就說 別人都不用 為什麼只有妳這間公司要 為什麼只有妳們僑本事務所要 其他大部分都沒有要 我不管 我不管誰 對 我只要我的學生拿到就好 真的 所以是不是上個禮拜 也差不多跟她講好了 嗯 罵也罵完了 講也講 講得通就不用吧 反正跟學校溝通好了 然後學校是說 喔現在如此 有些學校一解釋 對他們都知道了 因為她好像是 只有我們跟她講 嗯 然後我們有問她說 有沒有其他的中介 那個業者跟妳們講 她說沒有妳們第一個 所以他們也覺得很奇怪 對啊 然後他們就說 沒關係 不用覺得奇怪 大家都認識這麼久了 趕快開給我 所以我們是上禮拜 然後這禮拜是都預約好了 都預約好了 她都預約好了耶 好感動喔 猴哥你快點到吧 猴哥 純粒剩下你了 猴哥 她說跟妳的文件趕快開給我 還有呢 還有什麼有趣的事情 還有什麼有趣的事情 我覺得同學 每次來諮詢的時候 就是有的時候都會知道 就是有的時候他們的職業 可能我不熟悉 然後我就會知道 欸原來這個行業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聽他們抱怨 會覺得很有趣 對啊不是有一些說 其實工作行程很少 我想其實不賺錢 對對對 有一些同學會 妳覺得這特別有趣就是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我沒有接觸過那麼多行業嘛 對啊 最近剛出社會吧 對 可是剛剛行業聽到他們的心得 就覺得 喔原來是這樣 不是他有同學打來說 我年紀很大 我心想 次能有多大 簽證能下來都好 對啊對啊 可是他說喔我40幾 沒關係啊 可以可以 因為60 560都成功了 我有一個印象 我們公司剛裝攝影機 我們裡面有幾台小攝影機 一開始裝的時候 我有發現 妳好像覺得公司在頂妳對不對 因為那個攝影機 剛才會照到裡面 對啊 那個攝影機根本沒用 你知道嗎 真的根本沒用 那裡面是沒有記憶卡的耶 那個記憶卡就當內建很小 你知道那個是拿來誰拿來幹嘛的嗎 幹嘛的 他那個是本來我裝法要給 小本老闆看的 喔看我們在幹嘛耶 對對對 就證明我上班 我們就可以亂來喔 他都沒有 都沒有人要看我的攝影機 好可憐每一台攝影機 沒有人對我沒有興趣 老闆也是不錯耶 我真的覺得老闆都不管我們 對啊 老闆不管我們 然後他只有給我們一個 就是事務所的一個規則 就是手法就好 手法別人是不要騙學生 學校怎麼說你走怎麼做 就這個原則之後 我們公司就這樣一路走 孩子都換心嗎 老闆都沒有來 他這次搬家一點關係 懷都沒有 你老闆超可愛的 真的喔 你知道他最近在忙什麼嗎 忙著叫我們回大阪 喔 老闆我在幫家 那個回信比較慢對不起 沒關係 那個你要不要來大阪 一直想叫我們去大阪 他一直叫我們回大阪耶 要回去玩嗎 真的太恐怖了 所以老闆說 老闆對我們搬家好不關心 大家要幫我們怎樣留言 幾乎 幾乎 老闆買設備 快點買設備 關懷事務所 舅舅事務所 他只關懷會計事 他只關懷會計事 原來就是他的錢錢 他的小錢庫 對 所以我們今天搬家 收出了一些很多我們平常 已經遺忘的學校 裡面有幾間是擋的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欸 吉祥寺啊 吉祥寺都擋掉了 那個ARC也有 ARC大買 對對 然後我就想說這個東西 要扔呢還是要當紀念 我覺得當紀念 欸妳看這間倒掉了耶 但是 這是要什麼 竟然就剩最後一步 笑笑都倒了 好啦我們今天搬家 希望大家給我們怎麼樣 我們支持鼓勵 鼓勵 還有吉呼 快點吉呼怎麼辦 打一排刷一排 刷起來 巧本撥預算 撥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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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撥起來 而且我們這邊的另外一棟巷子的口 還是要祈福了 老闆買電腦 快點 跟我一起練老闆買電腦 老闆買電腦 老闆買新的櫃子 新的櫃子 老闆買新螢幕 新螢幕 老闆夾醒 夾醒 夾醒 不要每次都跟我們兩個在弄東西 累死了 打公仔都 回家了 都回住了 就留我們幾個陣子 那個70 我快記事也不幫忙 難過 中南部的那個 宣索 他都不會上來 中南部就這樣 加油 加油 尤其是高雄的 高雄事務所 加油好怕喔 他在拉拉隊耶 希望大家跟我們一路走來兩年了 我們終於要離開 跟著大家一起離開 就事務所 就事務所 最後要跟大家說什麼 大家訂閱 按讚小鈴鐺 訂閱按讚小鈴鐺 最後要跟大家說什麼 大家掰掰 掰掰